在我身后的就是曼德拉贝酒店 10月1日晚上 这里发生了一起 美国近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 枪手就是从那个破损的窗户 向对面正在参加乡村音乐节的 两万多名观众进行扫射的 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59人死亡 527人受伤 警方称他们目前正在 案发现场以及嫌疑犯的住处 进行调查取证 并承诺公众尽快解除封锁 大家可以看到昔日繁华的 拉斯维加斯大道 目前已经几乎空无一人 只有个别的媒体记者才能进入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能够到达的 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位置 我们昨天晚上赶到拉斯维加斯 那我们听到这个 这个抢机案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到很震惊 然后也很难过 所以我们今天想 能够来做一点事情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如果能够来做一点事情的话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一些在这边拉斯维加斯开餐馆的 华人老板 他们还做了一些中国饭过来 专门来给他们送了什么中国饭 请继续关注中国日报的后续报道